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接下来讲的是美国当中 对上个人来讲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破语 如露银路电 并坐如石幻 大家知道什么叫有违法吗 如果你今天在人间做任何事情 还要认为我去做什么事情 我去解决什么问题 那因为有我自在 其实他就不知道一切的因缘 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事情都是因缘合合而成的现象 今天我开心了 那因为你 上缘道 今天我恨别人了 因为这个我自造成了你对这个师父的恨心 你的恨缘道 听懂了吗 所以它都不是永恒的 就像梦幻泡影 就像露水一样 一会儿就没了 是无常变化 就是这个道理 要想成就人生的梦想 圆满学业 事业 道念 要积累人生的经验 更要洞悉真相和智慧 所以善用学习佛法 不要误用和滥用 善用语言 而非损人害 所以你们的嘴巴不要乱讲话 讲出来的话 一定要清楚明白 在讲之前 要想一想 哪些话人家爱听 哪些话不爱听 菩萨并不是说的话 人家都不爱听 菩萨要劝你成佛 他也说你喜欢听的 只不过菩萨说喜欢听的话 他不打妄语 你们很多人就是的 哎呦我要杜他了 哎呦你长得真老看 你怎么这么年轻啊 其实人家已经老的了 要适合时机 所以不管在人间做什么事情 你的心要仔细观察 你就能够切合时机 做智慧的提炼 慈悲的抉择 所以很多人要用慈悲心 去帮助别人 要学会说话 红髮要会说话 说话是一门心灵的艺术 你说你心里想的东西 不是靠你嘴巴讲出来的 来感感人家感动人家 讲出来的话 让你们开心的 我怎么讲这话 你们都笑了 我们无量无边的佛的法门 要护念自心 护念他心 就是要保护好自己的心灵 不受到伤害 更要保护住他心 就是别人的心 也不要让人家受到伤害 所以在家里跟老公吵架 那是不理智的 因为你跟老公吵架 伤自己的心 还伤对方的心 有什么好吵的啦 师父说吵架 总是想讲道理 其实这个道理 没有什么道理好讲 你沉默就是经 经就是道理 有的时候你不便 反而清楚 你看现在这个世界上 你不去惹他不便 人家不一定完全相信别人 你去解释啊 越解释越糟糕 很多事情 时间长了 真理并不是靠你变出来 有的时候是靠悟性来悟出来 所以人间的喜怒哀乐表现 不但用文字来传递 更要用心来传递 用心传递就叫悟性 所以处处都能力源力气 所以学佛人一定要学会 帮助别人 就是帮助自己 师父希望你们做好孩子 要懂得无量无边的心 实际上都是自己锻炼出来的 为什么有的人不生气啊 心量大啊 人家讲他一句不难过啊 为什么有的人讲他一句 难过了半天啊 我问你们难过是谁难过了啊 你骂人家 人家损伤了什么了啦 你自己恨人家 别人一点都没有损伤啊 有的人甚至还不知道啊 我问你 你们恨人家自己难过了啊 不要去恨啊 不要去恨 没有什么好恨啊 过了就过了啊 今天不开心 明天开心怎么办啊 今天吃不到 明天多吃一点 今天不开心 明天自己给自己 制造一些开心的事情啊 不就化解了吗 今天跟老公吵架 明天都要吵 不吵架 明天还能有快活的日子过 今天一吵 明天打冷战了啊 当然会比今天跟人家吵一吵 明天上班怪不得 一跑到去上班 哎你好 他在讲我呢 昨天事情怎么样 马上回到家里就不开心了 咬一咬牙 忍一忍辱 精进啊 忍耐就是前进啊 忍耐就能进步啊 再跟大家讲一句吧 好吧 金刚经啊 真的是很好 师父很喜欢 金刚经里面有一句话叫 如来所得法 此法无时无虚 如来就是佛 佛就是如来 大家听懂了吗 以后人家告诉你们 如来就是佛 佛所得的法 这个法呀 无时无虚 什么意思 无时就没这个东西的 无虚是不假的 两句话好像是不一样 反正 就像你们现在 学国人一样 我问你们啊 你们现在坐在这里 是你们自己的了 是的 实在的了 是实在 我是坐在这里的 那么一个小时之后 你不坐在这里了 是不是虚的了 小的时候我们回应那些事情 是不是实实在在的了 那现在想起来是虚的了 小时候有很多人 追过你们的呀 你们很牛的呀 菩萨告诉我们 有就是没有 没有就是有 叫无时无虚 好像人生不是假的 但是实际上又是个假的 你说它完全是假的呢 它又是真的 要正确的理解佛法 要知道就是借假修真 这个人家虽然是假的 但是我们要修出 真的本性出来 所以在这个形式上 你要精进努力 但是呢 在思维上 要真正的理解 它是假的 所以佛法讲到后来 叫不真不假 现在明白了吗 你们的婚姻 看上去是真的 离婚就是假的 你们的婚姻 看上去 好像没有吵架 实际上 真正的还是会吵架 你们没有结婚的人 可能以后会结婚 并不是说你以后不会结婚 什么东西都是不可得 都是不知道的 所以它叫无时无虚 无真无假 所以心经里面 不真不解 就是金刚经的中心重点 就是告诉你们 点出来 佛法 这个学佛之后 你所得的法 连这个法 也是无时无虚的 这个法你明白了 它就没有了 你不明白 它就有了 你不明白 这个人生的道理 你就会吃苦 你明白了人生 就是这么回事 你就不吃苦了 所以无时无虚的 你太把自己的孩子当回事 孩子说不定就跟你闹了 孩子表面上看在你身边 实际上他又会离开你 无时无虚的啦 天天开心 时间长了 总是也会结束了 所以没有不散的宴席 天天好像很痛苦 实际上痛苦也会离开你的呀 哪有一个人一辈子就痛苦到底的 每一个人都幸福过 都痛苦过 这很正常的呀 师父跟你们讲 你们是好孩子 你们这么早就能够懂得学博 以后不跟人家争 不跟人家吵 没好处的 孩子们 过去有句话 会闹的孩子油奶吃 不对的 会闹的孩子到后面要吃苦的 不要闹着孩子最后三光嘛 很多人小时候不大讲话 打起来会讲话 很多人结婚之前很文静的 结了婚之后养个孩子 必须讲呀 你不跟孩子讲话怎么办呢 所以很多为什么女人 结了婚之后 人家说话就多了啦 她没办法 她要教育孩子 要讲不要动不要动 不要爬过去 你做的时候不要动啊 她必须讲啊 过去没结婚之前 在男人面前 就像人家小鸟一人一样了 一人一人 结了婚了之后 孩子就不然 有时候有惯性了 停不下来 孩子骂了一天了 停不下来 老婆回来 那一起骂了呀 这你要理解呀 这女人也会改变的 男人会改变 女人也会改变的呀 这人生啊 你也要跟着改变的呀 叫随缘 来吧